据美国新闻周刊当地时间21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 主张自己应免于被起诉时 提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决定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一事 据报道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0日晚的一次竞选活动演讲中说 看看哈里杜鲁门吧 你可能觉得在广岛投原子弹 不完全是一次好的行动 但他确实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吧 长崎也是 如果没有豁免权 他不会那样做 他说 我不想那么做 因为我的对手会起诉我 你必须给总统完全的豁免权 1945年8月6日 美军一架B-29轰炸机 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 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8月9日 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 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 投到日本长崎市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 签署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 至此结束 新闻周刊称 特朗普现在面临多项指控 他曾多次主张 总统应该完全免于被起诉 因被指引发2021年1月6日 国会山骚乱事件 和企图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 特朗普此前被指控 特朗普此前被指控 涉嫌串谋欺骗美国等多项罪名 但他不认罪 并主张此案和他面临的其他刑事起诉 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报道称 对于特朗普举例 向广岛长崎投原子弹 以主张总统应有豁免权一事 在社交媒体X上 一些人提出异议 有网民认为 广岛是一次保卫国家的行动 而不是犯罪 另一个人写道 如果杜鲁门命令军队在华盛顿特区 而不是广岛投原子弹 也许他会像特朗普一样被起诉 特朗普的发言人 在回应置评请求时告诉新闻周刊 特朗普的主张是对的 而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他言论的人错了